欢迎回到Chinese Zero to Hero 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个新的语法要点 首先告诉大家 这个语法要点旁边有一个星号 意思是HSK4不包括这个语法要点 如果只是为了准备HSK4 可以跳过这个语法要点 There's an asterisk next to the grammar point This means that the HSK4 curriculum does not include this grammar point So if you're studying just to prepare for the HSK4 exam You may skip this grammar point 首先回答这个问题 他的衣服怎么样 他的衣服太大了 他的衣服太大了 那这件呢 这件衣服怎么样 这件衣服太小了 对 那他的衣服怎么样呢 怎么说 Just right his clothes are just right if it's perfect 记得我们在语法3.6.3和4.1.3学过刚 所以可以说这件刚好 或者这件刚刚好 另一个说法是正好 正好 正好 意思是一样的 这件正好 就是It's just right 所以正好的意思是正合适 不早不晚 不大不小 不多不少 不高不低等等 苹果8.5西瓜11.5正好20块 明白8.5是什么意思吗 对8.5就是8.5元 11.5呢 对就是11.5元 The apples are 8.5元 Watermelon is 11.5元 So together it's exactly 20元 苹果8.5元 苹果8.5元 西瓜11.5元 正好20块 好 回答这个问题 有四个人想去体育场 They want to go to the stadium 需要几辆出租车 四个人正好打一辆出租车 They can fit in perfectly one car 再回答这个问题 这件衣服的大小适合他吗 有点大吗 那他什么时候穿比较好 明年穿正好 很好 再来看看这个对话 A说你好 苹果多少钱一斤 一斤就是500克 一斤就是half a kilo 然后B说2.5一斤 还记得2.5是什么意思吗 对就是2.5元 然后A说哪来4斤 所以一斤是2.5 他买了4斤 那所以这个钱呢 是刚好 所以B应该说什么呢 B可以说 钱正好 谢谢 钱正好 就是钱刚刚好的意思 所以正好就是刚好 就是正合适 不早不一斤 不大不小 不多不少 不高不低 刚刚好正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正好的另一个用法 A对B说 A对B说 我要去图书馆 把这本字典还了 你去哪儿 B想说 It just so happened I wanted to go to the library too So let's go together B该怎么说呢 怎么说 It just so happened B可以说 我正好打算去图书馆 一起去吧 Perfect timing 正好就是 It just so happened by coincidence or perfect timing 这个是句子的结构 Structure 正好加上动词 动词是什么呢 对 动词就是verb 所以正好在这里呢 是一个副词 是一个adverb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动词 副词 你可以看看课程介绍单元的 常用语法词语视频 好 比如说 我妹妹出生那天 When my younger sister was born 正好下雪 It just so happened that it was snowing 所以爸爸妈妈叫她小雪 So my father and my mother Named her Named her 小雪 Or little snow 我妹妹出生那天 正好下雪 所以爸爸妈妈叫她小雪 这是来自课文的一句话 我们下午要去踢足球 正好一起去吧 We're going to play soccer this afternoon So perfect timing Let's go together 我们下午要去踢足球 正好一起去吧 刚好我们可以一起去 再看一个例句 你来得正好 我的钱包不见了 借我点钱吧 You came just at the right time My wallet is gone So lend me some money 你来得正好 Perfect timing 我的钱包不见了 My wallet is gone So lend me some money 借我点钱吧 A正在找她的手机 她的手机不见了 B过来说 你在找什么东西啊 需要我帮忙吗 那A可以说什么呢 A可以说你来得 你来得正好 You came just in time Perfect timing I was just waiting for you 你来得正好 我的手机不见了 快来帮我找找 快来帮我找找 Help me look for it 好 我们练习一下 回答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件衣服很适合你 你觉得怎么样 你可以说什么 比如说你可以说 太漂亮了 我正好想买这样的衣服 我正好想买这样的衣服 I was just looking for something like this one 现在用正好回答这个问题 我给她打电话时 她在做什么 我给她打电话时 她在 她正好在逛街 我给她打电话时 她在做什么呢 她正好在逛街 It just so happened that she was shopping around in the street 现在用正好回答这个问题 我去她家时 她在做什么 我去她家时 正好 她在跟朋友聚会 It just so happened that he was having a get together with his friends 再看看这个对话 A说 听说那个动物园非常好 我想去看看 你想去吗 B用正好怎么回答呢 B可以说 正好我也想去 我们一起去 或者呢 我也想去 我们正好一起去 都可以 再看一个例子 A说 你哪天有时间呢 B说 明天正好周末 我们就明天去吧 It just so happened that tomorrow is the weekend 明天正好是周末 我们就明天去吧 好的 最后我们复习一下正好的用法 正好可以作为形容词 It can be an adjective 衣服大小正好 苹果8块5 西瓜11块5 正好20块 正好也可以作为副词adverb 正好加上动词 副词adverb 总是在动词的前面 你来的正好 当然如果有的的话 那当然副词是在动词的后面 你来动词的正好 我们下午也要去踢足球 正好一起去吧 去在这里是动词 正好呢是副词 我们下午也要去踢足球 正好一起去吧 好的 现在请打开你的课本 完成注释1 下面的练一练 practice 这个语法要点就学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见 我们下个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